这里是贵州新义风林不一景区 那在本届的2024年民族文化旅游节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不仅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展演 同时更能体会到多彩贵州的独特魅力 今天的天气呢有点雨雾蒙蒙 但是现场的游客仍旧是非常的多 夜幕降临在我的身后 铁花已经璀璨绽放 一起来感受一下在清凉一下中火辣的热情 悠扬婉转的敬酒歌 响与世界的八音作唱 令人惊叹的吐火表演 舞师竹竿舞步一系轮番上演 引起了现场游客们的振振惊呼 6月6是咱们步一族道座和历史文化 关系很密切的一个节日 它包含了民族服饰 民族文化 歌舞文化 年轻人的恋爱文化等等 我们通过在风陵步一景区的集中展示 使这些文化得到了传承和保护 各民族之间交流交融 这次文化旅游节活动 由风陵步一景区和望墨县联合举办 以交换夏天 风陵有约为主题 旨在通过打造一场 别致一格开放式 沉浸式的民族视听盛演 给游客带来一个充满欢乐和民族特色的 6月6风情节 立体体验贵州的山水 人文 气候 助力多维度推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畅想万峰成林处 阳光前西南旅游品牌 据统计 自7月11号以来 风陵步一景区 三天接待游客 5.4万人次 旅游收入 420万元 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 不一族的6月6 给人感觉非常的亲切 活动非常丰富 米酒香甜 人很热情 然后风景也好 然后这个景区 很多有很多好玩的 好吃的 吸引了很多 我们广东这边过来的朋友 贵州文旅 真的杀疯了 很棒 景区通过城办 风陵步一 望摩线2024 6月6 民族文化旅游局 努力做到三个创新 创新文理发展理念 创新文理发展模式 创新服务模式 以用心服务升级游客体验 让头回客成为回头客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